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崩帖SP庭云是飞销射后 乱破版可得126抽 SP黑塔新消息来了 崩坏新重铁道 2.6前瞻确定 飞销次日流水登顶 SP庭云属性抢先看 崩帖2.7卡词新消息 流营射后来了 SP庭云特效九尾狐 在2.6版本中 首次登场的乱破角色 让许多玩家感到期待 目前的传闻给人一种 他将成为追击队成员的感觉 在当前版本中 一提到追击队 就意味着该角色的实力不容小觑 再加上一些玩家 已经观看了时机演示 他们的第一反应 通常是要优先获取知庚鸟 在当前版本中 知庚鸟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而作为可以加入追击队的角色 乱破自然也备受瞩目 自从飞销加入池之后 玩家们表示 后续角色都给人一种超模的既视感 在即将登场的2.7版本中 SP角色庭云备受瞩目 据目前曝光的信息 他的名字是庭云 忘归人 被赋云了火虚无的属性 类似于焦丘的命途属性 这一消息源自于 Zelix 关于他的定位 许多论坛玩家认为 他可能是流营的售后队友 但如果追溯一下 最早提到的 SP庭云的消息 是关于召唤物C 另外 有一位可信度较高的资深玩家 提到了飞销的售后队友 与乱破能够组队的情况相吻合 这可能预示着未来的主推体系 在2.6版本中 玩家最多可以获得126次抽奖机会 这是大小月卡玩家可以获得的次数 对于林克玩家来说 他们可以获得93次抽奖机会 而小月卡玩家 则可以获得118次抽奖机会 谈到SP菲塔的进持时间推测 目前一些行业内大咖普遍认为 他有很大 可能在3.2版本中登场 从这种趋势来看 未来推出的SP角色的实力 自然也不会太差 不过 关于早前提到的 SP素长何时会亮相 尚不得而知 有人期待他的出现 可能是因为他身材很好 在2.6版本中 首个混池随之上线 再加上新角色飞销 整体流水表现非常不错 目前日次流水已出炉 都有哪些亮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下次日流水 通过期迈数据统计来看 飞销的次日流水 直接到达最高流水预值 增长幅度非常大 其中主要以飞销和 制羹鸟的卡池抽取率比较高 具体走势还要等下第三天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截止目前 崩铁在总畅销榜单的排名 下降了一名 目前排在总榜单第五 游戏榜单第四 被企鹅游戏压了一头 这样来看话 还是社交游戏的流水 相对稳定一些 在人期四大驱中 美服目前排名第八 国服第四 日服和韩服等顶 总体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得不说 飞销的旋转直升机密技 真的太好玩了 相信还有很多开拓者 正在为了抽取飞销而努力着 在这里提前 祝愿各位保底部外 都能抽到我们的大捷将军哦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有关停云的最新消息 通过2.5版本剧情来看 真正的停云 的确是被软眉所救 而且他也有可能 从未都见过我们的开拓者 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玩家手中的停云 就是幻龙 有关SP停云属性的推测 目前按照舅舅的说法来看 应该是火系虚物角色 技能组信息 暂时还没有放出 不过有玩家推测 很有可能会往3.0版本的 新体系偏移 毕竟到的队已经有交丘了 作为一个大C 加入追击队也不太可能 再加上版本末期上线 怎么看都是为3.0新体系 做准备的大C 具体安排如何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后续的消息 新穷铁道2.6版本的卡池 即将爆来 新的五星女角色乱破 也即将亮相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关于2.6版本的活动 和奖励等相关消息 基本上也都已经 透露的差不多了 而谈到后续卡池 和角色等相关消息 这也是很多玩家 非常关心的话题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根据目前流传的最新消息 大家比较关心的 2.7版本卡池角色登场安排 已经开始曝光 据悉 2.7版本的新角色 很可能包括星期日 SP庭云和炳科先生 这三位角色 其中 据称星期日将在上半卡池登场 SP庭云则会在下半卡池亮相 目前关于星期日的信息 只知道是一位同鞋角色 而从SP庭云的技能定位来看 这个版本可能会涉及到 多方面的内容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他们的正式登场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SP庭云被定位为 五星火属性角色 属于虚无元素 在技能方面 很可能在SP庭云的某个大型系 或者天赋中 会以某种方式提供一个 持续的超击破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 SP庭云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 流营超击破阵容中的 另一位专属辅助角色 不过 到底是作为同鞋的主角 还是其他角色 目前尚不清楚 当然 这些只是猜测 真正的情况 还需等待正式揭晓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值得一提的是 据称SP庭云在正常状态下 是一尾形态 而在释放大招时 动画中会展现 多条尾巴的效果 这与之前发布的形象 和消息相符 不过 实际效果如何 还需等待实际展示 另外 早前提到的 毁灭成女角色阿格丽亚 据说会有召唤物 这些召唤物 能够造成雷属性伤害 就目前的机制来看 警员等老角色 可能会感觉有些吃力 至于是否会有雷警员 目前还不得而知 对此感兴趣的玩家们 可以期待 后续相关消息的发布 或许会有更多惊喜 等待着大家